了解军事的朋友都知道,要说世界上哪款飞机造架最为王贵? 相信对于军事方面感兴趣的网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B-2轰架机了。 美国大名鼎鼎的B-2轰架机可以说是美国军队里一大杀手锏,它的造价高达24亿美元,居然比同重量的黄金还要高上三四倍。 造价惊人,B-2轰架机是世界唯一一款衍生战略轰架机,它的造价虽然惊人,但是这款战机的作战性能也是无与伦比的。 B-2的空重有71吨左右,但是它的载油量居然可以达到75吨,简直就是一个大型油罐,这也保证了它超强的续航能力和飞行速度。 要知道这款战机可以持续飞行1.2万公里左右,基本可以进行全球任意地方的轰架行动,而且的飞行也接近声速。 要知道这种大型轰架机能接近声速也是相当的惊人的。 B-2轰架机独特的飞翼式布局,也认为这款战机具有科幻般外表的。 其实这种飞翼式的布局也是世界第二战时德国的H0229飞机的。 当时的德国科技力量雄厚,可是德国战败后,这种飞机也就停止了大规模的制造,只生产了三架原型机。 所以今天都会学习美国的B-2的设计思想,因为世界上飞机它的飞翼布局也就那么几种谈不上说谁抄袭谁,只是考虑飞机的性能更适合什么造型而已。 事实上,虽然B-2轰架机的性能强大战斗力惊人,但是它的造价和后期的保养也是让美军头疼的问题。 其,飞机每执行一次任务的保养维修,就高到数百万美金。 在2008年,美国B-2轰炸机在关道起飞时,因为一个小小的传感器失灵,导致这款无比昂贵的轰炸机轰然坠地,实在可惜。